神經經維會感受到你所有的細胞跟器官的功能的問題 所以眼睛是我們記憶體 所以你從眼睛就可以看到你長期性的生活 跟你的外面的儲存 聚集的儲存 你哪裡不好哪裡就反射出來 喔 這樣 所以眼睛最客觀的 經濟最客觀的 如果那一種 剛才講的是那段頭長 那個是能量訊息 那有時候不是很可觀的 對 他們在開發這個東西都是以商業的角度來看的 因為這樣比較花錢 而且比較能賺錢 好了 謝謝